基本上來說 手術是一個可以持續比較久 那復發性機率也不高 持續非常良好效果治療的手段 我們常見壓迫到的神經 主要是以大腎神經跟小腎神經為主 那在我們手術的部分 把這些壓迫到神經的這些筋膜跟肌肉 把它拿一些掉 那這樣就可以有效的達到減壓的作用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信榮醫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有關於 Petalol手術的治療喔 基本上頭痛可以分為 原發性跟次發性兩種 那所謂的原發性頭痛 基本上就是找不到其他的疾病的原因 引起的頭痛 那所謂次發性的頭痛 顧名思義 它就是有身體的其他的疾病 例如說像是腦瘤 或者是腦心管問題 或者甚至身體其他的病變 造成的我們的頭痛的發生 原發性頭痛基本上就是中株神經系統 也就是腦部發生的一些病變 產生的一些問題 或者是發炎 但是呢 這十幾年來 其實有新的概念以及新的研究 這些我們的一些周邊的一些神經系統 它的發炎 或者是過度的敏感化 其實也會引起我們頭痛的產生 然後會跟我們的中株神經系統 產生一個惡性循環 讓我們的頭痛更加的劇烈 那至於什麼時候頭痛 應該需要去看醫生來做治療呢 基本上我們建議假設你的頭痛 找不到身體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病痛 不管開始發生劇烈的疼痛 或者是說這樣的疼痛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然後嚴重影響到你的生活的時候呢 我們就建議你應該去找專科醫師 來為您做診斷以及治療 美方性頭痛又可以分成很多種 其實像是我們所謂常見的一些 片頭痛壓力性頭痛 或者是所謂的一些張力性頭痛 針對這些頭痛的類別 都有一些比較特別性的 一些專屬的治療的方式 大部分的治療的方式呢 會以口服藥物為主 這也是目前主要治療頭痛的一個方式 另外還有一些像是針劑的治療 目前包括像是肉乳感染的注射 或者是CGRP單株抗體的一個注射 針對片頭痛都是有非常好的療效喔 那最後就是針對一些 像是口服藥物或者是生肌治療 它的效果相對性比較不好 或者是腹中較大的病人呢 那這些病人我們就可以考慮 採取使用所謂的片頭痛手術 這樣比較稍微有一點侵入性 但是卻安全有效的治療方式 來治療這一類的病人 基本上來說 手術是一個可以持續比較久 那復發性機率也不高 要持續非常良好效果的 積極性一點治療的手段 目前來說比較常接受手術的部位 有以下的幾個 像是在臉部的正面前額的地方 也是我們常常接受手術的部位 那這邊會藉由內視鏡 跟拉皮手術一樣的手術方式 就可以很好的緩解前額部分的一個頭痛 那另外一個在臉部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眼窩的地方 那眼窩這邊的頭痛 常常是因為我們鼻子過敏所引起 或者是鼻甲肥後 或者是皮中口腕區一直長期刺激 到我們的鼻內的一些神經所引起的 所以這又叫做一個 鼻音性的偏頭痛 藉由一些耳鼻科的一些小症手術 也可以很好的治療 那在我們的太陽穴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很常發作的一個頭痛的部位 這邊也可以藉由一個小的傷口 搭配我們的內視鏡治療 就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治療效果 在後枕部的部分 我們常見壓迫到的神經 主要是以大枕神經跟小枕神經為主 那在我們手術的部分 把這些壓迫到神經的這些筋膜跟肌肉 把它拿一些掉 那這樣就可以有效的達到減壓的作用 至於手術的之後的一個 Pinotone的復發機率 其實根據目前的研究指出是非常低的 但是由於我們東方人會有我們的疤痕 相較於西方人而言 會來的比較纖維化的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在有一些復發的病人身上 是有發現到這些疤痕的過度增生 去壓迫到我們的這些神經 所以在於目前的我們的手術的狀況之下 會抽取一些我們自己的一些 自體的脂肪 墊在我們的神經的附近 讓神經可以獲得一個更好的保護 或者是用一些防沾黏的一些膠水 玻尿酸去做一個保護的動作 然後讓我們的神經不再受到壓迫 我們這樣的一個Pinotone手術呢 基本上是在投入骨的外面 也就是在一些比較淺層的皮下組織 或者是我們的肌肉層為主 所以安全性是非常高的 術後的一些恢復期 也恢復得相當快 基本上就是在術後會有一些酸痛 或者是傷口的疼痛 輕微疼痛而已 另外呢 總數的範圍附近 會有一些局部的麻痺 也就是摸起來麻麻的狀況 神經比較不敏感的狀況 但是呢 這些都是在幾個月後 都會慢慢恢復過來的 至於傷口的照護部分呢 我們會建議在一個月內呢 盡量避免一些劇烈的活動 避免呢 讓傷口過度的腫脹 或者是有再出血的狀況發生 然後呢 在一到兩個禮拜左右 我們就會把傷口的線拆掉囉 基本上在這個之前 也都是可以正常洗頭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其實呢 預防就是最好的治療 現代人常常會低頭看手機 這樣都會常常造成 我們的肩頸肌肉的一些緊繃 適當的做一些伸展的運動呢 跟不要那麼長時間的低頭看手機 都是可以延謊 或者是減少我們Pinotone 發生的一個可能性 另外呢 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減少飲酒抽菸 另外就是 要注意我們的三高 以及身體的健康 跟肥胖的程度 過度的肥胖 也是非常嚴重的一個 Pinotone的因子之一 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以及自己的一個體重發展 避免我們Pinotone 更加的嚴重喔 藉由手術的 呃一個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